想一届阿兹特克古文明的神秘面纱吗? 不用买机票远赴墨西哥城,本周末就在圣河西盛达登场, 连续两天的庆典将有现场表演艺术品、工艺品、食品、饮料等。 在Fort Mason Center登场的夏业集市,号召包括中式、美式、泰式、韩式、印度、墨西哥等超过30家行动餐车排班上场, 外加现场音乐表演冰啤酒与线条鸡尾酒。 家庭布衣节主要展示家庭主妇的手工艺,包括机器刺绣、手边花篮、模板贴士、串饰珍珠和各种布衣品。 此外,现场还有各式的免费手工艺课程和演讲,让大家能更加了解自己动手做的乐趣。 主题是展现未来汽车概念的2019硅谷车展。 现场30多家车厂纷纷推出2019年最新房车、卡车、SUV、跨界车、替代燃料车,一次让你看个够。 玉米热狗节集合了巨金山最好吃的热狗,有最经典的美式香肠热狗,有进阶版的德式腊肠热狗,胡椒鸡肉热狗, 有素食版的义式豆腐热狗,还有奇葩版的鸡肉苹果酱热狗,简直是把热狗这种街头美食发扬到极致。 周日封街派对是旧金山近年来的传统,每到这天会将街道封起来,除了汽车谁都可以进, 让行人、溜冰者、脚踏车骑士、yougat课程等各式各样的活动享受没有车子的感觉。 新唐记者余伟综合报道。